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早年移民来新加坡的先贤们 带着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在这里落地生根 其中以福建、广东、海南文化的影响 最为广泛、深远 岁月变迁 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融合汇聚 逐渐形成了既保留传统 又独具特色的新加坡文化 其中七月歌台文化 堪称新加坡草根文化中最具有特色 并在世界华人圈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化之一 每逢农历的七月 也就是中华传统鬼节 也称作中原节 无数个夜晚 在新加坡各地 无论是祖务区还是商业大厦 无论是咖啡店还是市镇操场 庙宇及停车场空地 大大小小的歌台 如雨后春笋般此起屏服 歌台上色彩斑斓的灯光 歌星们衣着华丽 处处动人 歌声动人心弦 让人留恋 让人沉醉 然而在众多的 以城县打造歌台文化的舞台艺术制作公司之中 新加坡力兴娱乐制作 独树一致 声名表播 力兴的故事 开始于一个人 她被称为新加坡最年轻的歌台台主 明星台主 人气台主 歌台大家 歌台文化传承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她是将歌台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 赋予全心意义的第一人 她用互联网开启了全民关注歌台的正好 她的名字叫陈志文 她说 人们可以忘记她 但不可以忘记她的歌台 不可以忘记歌台背后传承着的传统文化 新加坡的歌台文化历史永远 早年是以戏剧的形式出现 演变至今已经发展至多人的表现形式 如今的新加坡歌台 其文化的影响意义已经不局限于传统近似 而是成为一种贴近观众的民间艺术 是年轻人实现艺术梦想的奇幻舞台 如今 七月的歌台在舞台演艺上加入诸多现代元素 流行歌曲的穿插挑战视觉的华丽舞蹈 以及新潮的服饰和现代化的音响设备 使歌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味 成立于2001年 发展至今的另新鱼道制作 12年间参与制作歌台活动2000多个 已经成功服务过超过几十家的商会团体 成为歌台领域的最富盛名的精彩公司 也是最受市民喜爱的大型歌台的策划与服务机构 文化发展更大 重在团长 这也是立新作为一个娱乐制作机构 较职于同行的不同之处 新加坡虽然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歌台团体 但是真正开始让国人关注这种艺术形式 是源于立新娱乐制作为歌台做出的贡献 出生于一个充满传统文化的家庭 在长辈们的熏陶下成长 原本对于道教宗庙物性极高的陈志伟 是父亲心中理想的道教文化接班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 这个年轻人爱上了歌台 生活也随之奉献给了歌台 成为坚持传承这一文化的使者 十二年过去了 这年轻的歌台台主身上多了几分成熟 说起歌台 他似乎有这说不完的话 我是陈志伟 立新娱乐制作的执行总监 我们立新成立2001年 我们奔着传承歌台文化的种子 多年来求新求变 将歌台文化带到新加坡的第一个节目 我们从开始的三场歌台 演出到如今的大概三百场歌台 而值得我们公司驾驭的是 我们也成功将歌台 从一个没落的文化符号 发展到现今 朝气文化的时代标志 立新歌台曾经有过很多个名字 立新舞台秀 立新娱乐制作 陈志伟解释到 歌台不仅仅是歌台本身 是一场表演 同时也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文化传承 旋力传承是立新歌台的宗旨 是其不变的追求 十二年前 陈志伟怀着梦想 踏上创业道路的时候 当时歌台艺术形势 在新加坡悄然落末 一度只成为农历七月才特有的民俗活动 除去老一代人心中的热忱 在年轻人的心中 歌台已经不具备影响力 眼光独到的陈志伟 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 歌台艺术影响力远不亚于电影 舞台剧 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核心改造 在保留其传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 创造出适合这个时代的舞台艺术 怀着这样的梦想 陈志伟将互联网引入歌台运作 初起 新加坡的群众 并没有立即被这种新领的形式所征服 但陈志伟天生是个不言放弃的人 他深信 这种新的模式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面临歌台演出数量递减的不景气 创作压力很大 陈志伟一直坚持 一个偶然的机会 新加坡的青年导演陈子谦 拍摄以歌台背景为主题的电影《881》 他找到陈志伟了解歌台相关的文化 这让头脑敏锐的陈志伟 一下子看到了契机 歌台和电影 电影和歌台 这种结合 让歌台的影响力 接着电影的宣传一炮而红 从此 人们开始将关注的焦点 从主流的媒体 转向这一民间艺术 陈志伟再一次成功了 可是成功并不是偶然 而是多年的准备 然而陈志伟早年在互联网上 所做的探索 这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施展 借助电影的成功展映 歌台文化 还是重新登上主流艺术的电场 陈志伟乘胜追击 利用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 炮轮式的营销歌台和歌台文化 同时借势塑造立星的品牌 它让歌台的复兴和自己企业的品牌 强势捆绑 想到歌台 每个人就会想起立星 作为艺术从业者 它传承了文化 作为商人 它打出漂亮的全雷打 一击即胜 鲜花和掌声背后 还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他 他也是新加坡歌台最严厉的台主 陈志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 做事情不做则已 做就尽善尽美 做到极致 所以在很多个台上的艺人看来 他是个严厉的台主 但是几经奔走 最欣赏和佩服的还是这样的台主 陈志伟看来 歌台是呈现给观众的艺术 是让无数人心灵愉悦的舞台 这个容不得半点差错 所有的歌台演出 陈志伟一定会全场跟踪 把控场面 他对音响的效果 舞台的灯光 艺人的表演等 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有的时候 他还混在观众群里 听听观众对自己的歌台的评价 以便及时地改进不良之处 在陈志伟眼里 新加坡并不是文人默克讲的文化沙漠 相反 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海洋 因为人们忘记了传承 忘记了自己的根 所以对于老的歌台艺人 陈志伟总怀有一份尊敬之情 他们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还是经常被志伟请来表演 现在已经育有两个孩子的陈志伟 依然均持拓展自己的歌台和歌台文化 他组织建立新加坡歌台文化网 并用歌台文化山这样新颖 带有创意的方式 宣传着歌台的文化 他频频地去国外演出学习 全力传承歌台的文化 近年来 伴随着歌台的新生 许多新的技术被应用在舞台表演中 陈志伟更是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地革新改良自己的设备和技术 努力地追求 为观众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 在舞台表演和文化传承上 力兴娱乐制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商业道路上 力兴娱乐制作更是取得了新加坡品牌奖 这充分展示了其得到了 广大顾客和观众的认可 而陈志伟本人 也因为其突出的贡献 和在传承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 被推选为最新一届的艺人工会会长 年少有为的陈志伟 带着急许腼腆 带着几分谦虚 言谈中所表现出的淡定 理性而又不失激情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样一位年轻人身上 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千里之行始于俗下 每一次启程都对未来抱有许多的期许 文化需要更多像陈志伟那样的人去传承 去保护 让我们聆听这个年轻人内心发出的呐喊 领略他身体力行的种种实践 见证理性娱乐制作的成长 在传承文化的道路上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